树孔在西游记里,它算是什么档次的神仙呢? 今天咱借着这黑悟空的热度,讲一讲这西游记的神仙系统, 看一看咱们这些天刷的这些boss,它们都是什么档次的。 我小时候看西游记我就纳闷, 你说这帮妖精自己都活挺潇洒, 怎么就非得挤破脑子要吃这口藏生肉呢? 直到我后来才明白,这些妖精跟神仙想要藏生不老还真没那么容易, 因为在西游记的设定里, 你想要藏生不老,你就需要靠道法来修炼, 但这种方式,你相当于逆天而为, 这生老病死才是顺应天道, 既然你选择了逆天而为, 那就要受到昌天的惩罚, 所以所有修贤的人500年会渡一小节, 3000年渡一大节, 102900年会渡一生死节, 你像在风神演义里, 这结教跟禅教为什么斗争, 就是因为这原始天准有很多弟子要渡生死节, 才引发的这个冲突, 像咱之前在电视剧版的西游记里, 那快去请如来佛祖, 那玉皇大帝你看闹上那样了, 人家真正在西游记里记载的是经历了1754这种生死节, 每一节129000年, 才修炼成这无极大道, 才能坐上这玉皇大帝的宝座, 所以你想嘛, 那玉皇大帝都修炼了上亿年, 他怎么可能让孙悟空给吓成那样呢, 在电视剧里这段属于是明显的在矮化了玉帝的实力, 因此呢, 在西游记里, 无论是神仙还是妖精, 只要他想长生不老, 他就需要无时无刻的修炼, 才有能力去对抗这个劫难, 但是呢, 修炼多遭注意, 这时候有人告诉你, 吃一口长生肉, 你能长生不老, 不用修炼了, 那谁不想走这捷径啊, 所以那唐生可不成相不可不的吗, 因为在西游记里, 既然能够长生不老的宝物真没几样, 众所周知的一个王母娘娘的攀桃, 太上老君的金丹, 镇原子的人生果, 最后一个就在唐生肉了, 你说前三个那大佬, 谁敢上那儿偷东西去啊, 那不纯纯找死吗, 但一看这唐生杖不一样, 旁边就一个猴, 那对付他不容易多了, 所以都想过来试不试不, 不过呢, 吃了唐生杖, 真能长生不老吗, 谁也不知道, 因为没人吃过, 那这个传说是谁传出来的呢, 有人说啊, 可能是佛祖传的, 要不整点噱头, 上哪儿臭的巴士一难呢, 但是真假就没人知道了, 除了上述这两个方法, 还有一个方法, 可以不用修炼严年益寿, 那就是需要受到万人景仰, 食人间烟火, 像这很多的小灵小仙, 靠的就是这种人间烟火, 去延续自己的寿命, 像咱经常会听说, 哎呀, 这地方的这个神像显灵了, 咱赶紧去拜一拜, 上两株香吧, 但事实上, 真神是永远都不会附着在这些雕像, 或者附着在人身上的, 都是这些小灵小仙, 哎, 为了吃人间的香火, 偶尔显显灵, 让你们去供奉的, 当咱们了解完这个设定, 那很多事就说得通了, 那为什么他这些妖精都来吃糖生肉啊, 为什么断了香火, 人间玉皇大帝会生气啊, 这就是根源所在, 聊完这个设定, 咱再来看这西游记中的神仙系统, 在西游记中呢, 神分两种, 一种呢, 是上古天神, 比如说女娃呀, 磐蛙啊, 这些在西游记中甚至都很少提到, 而另一种神呢, 则带子的神仙, 一般叫什么什么神呢, 那都是代表官位, 比如说那巨灵神, 镇守了南天门, 二郎神, 经常会出个紧急任务, 相当于武警队队长了, 你看还配条警犬, 尽管的这些神呢, 他叫做神, 但实际上啊, 是仙人一种, 在西游记中, 仙是绝对的主角, 西游记把仙人分成了五党, 天仙地仙, 神仙人仙鬼仙, 咱从下一个一个往上讲, 咱先讲那鬼仙, 其实这鬼仙, 就跟咱们心中所想的那个鬼魂呢, 也差不了多少, 人死以后, 这心存怨念, 或者前世修炼不得法门, 不小心走火入魔, 伤了自己的肉身, 执念太重, 还想继续修炼, 没有进入到这轮回转世这种, 游荡在这些人解, 统称为鬼仙, 其实从这来看, 大部分的鬼仙, 那相当于是修炼失败, 所以他们的修为啊, 还不如普通的凡人的, 但是其中的一些鬼仙呢, 他是可以继续修炼, 也有一定的修为, 考个编制, 你甚至可以去保一方的平安, 比如说的三神土地, 他们都是鬼仙的代表, 通过保佑一方的土地, 获得他们的供奉, 以此来延续自己修炼的生命, 第二种呢, 则直接去地府当财, 你像这牛头马面, 黑白无常, 这些都是鬼财, 也是鬼仙, 下一个等级呢, 是人贤, 凡人修炼, 有所小成, 你像这魏征, 元天岗, 都有一定的法术, 又或者在世期间建立了丰功伟业, 受万人敬仰, 或百家相伙, 你像这官妃, 孔孟, 岳妃跟关羽, 孔子跟孟子, 这些都是人贤的代表,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贤, 都能够像这些历史名人一样, 受万人敬仰, 持百家相伙, 那咋整, 我还想在休闲的路上继续往前走呢, 两条道, 第一个, 那就是所有山东人心中的康壮大道, 我回去我得好好练练行政题, 备备身论, 争取考个公务员, 上天庭混个义官班职, 这一下你就成神仙了, 你像孙悟空, 人家给他封了个币马文, 别看这小官不入流, 但那个时候, 那孙悟空就已经算是神仙了, 而且所有这些神仙, 那都是有俸禄的, 一年一度的攀桃大会, 那就是给这些人发心指的, 因为这些神仙, 那你身上有功名呢, 你得帮这人干活, 哪有功修炼呢, 所以呢, 给你发点攀桃, 吃点攀桃, 你能延年一寿, 那为什么这孙悟空大闹天空, 因为这攀桃生会没带他呀, 怎么瞧不起我, 我这币马文不是管, 不给我发工资, 那能行吗, 所以夸叉就给七仙女全定住了, 给这攀桃都给造了, 这就是最早的劳务纠纷, 但是呢, 这孙悟空吧, 做的有点过分了, 你拿你自己那份工资就得了呗, 你给人工资全吃吞了, 这就不对了, 所以让人判了五百年, 哑在五星三下, 通过那五百年, 那孙悟空一合计, 这天庭真不是人哪, 不拿我当人, 不跟你干了, 这时候有个猎头, 这观仙谱这一看, 这孙悟的不错, 他可以当天命取经人呢, 绑的他算是跳槽成功了, 从天庭的大公司, 一跃跳到如来的公司里了, 不仅生死加薪, 还给他封了一个斗战胜伏, 要不怎么说, 人挪死, 树挪活呢, 所以你想吗, 在这么大公司里, 能没有勾心斗角的事吗, 尽管这编制能够汉烙爆走, 但是你失去了自由, 很多人自由换了, 他就不愿意给你当官, 所以他就选择第二条路, 个体户人家自己做买买去了, 尽管那风险挺大, 但可以支付盈亏呀, 抓住几玉整不好就能做强做大, 你像那地先之主镇原子, 一招就能给孙悟空支付, 虽然人家没背靠的天庭这棵大树, 但人家也依然神通往大, 有点相当于世界首富那个意思, 你像什么比尔盖茨巴菲特, 马云王健林, 就这个, 一般的小官见到他也得点到他腰来, 因为尽管你有权, 但你也得要人家的钱来投资做政绩, 但是你再有钱, 见到真正顶尖的权利者, 那也不好使, 所以他那俩小童子说, 那三清是我师父的朋友, 四弟是我师父的故人, 说完了, 这孙悟空哈哈大笑, 一挺就在那吹, 要按他那小童子那个吹嘘的方法, 他何必要跟孙悟空结拜为兄弟呢, 还不是因为看着孙悟空能把南海观音整过来, 以后我跟他搭搭线, 争取以后我也能往上进一步, 讲完这地险, 咱再讲讲这最厉害的天险, 其实天险也分很多等级, 但在西游记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, 但能称得上天险的, 基本上都掌握着巨大的权力, 你像玉皇大帝, 又或者拥有大神徒, 三清四玉, 五方五老, 像太上老君这种的, 做个旁庭, 虽然没有什么实权, 但你看这玉皇大帝见到他呀, 那都得客客气气的, 在西游记中, 很多人一辈子的追求, 就是想修得大道成为天险, 讲完了这险, 咱再讲讲这咬, 什么叫做咬, 咱都没话里我词叫卓妖, 那意思你有事你不好看, 你竟卓妖, 这就是妖跟仙的区别, 你走别人走过的路成功了, 那你就是仙, 你走别人没走过的路, 你成功了, 那你可能就被他们称之为妖, 你修得正道, 你干了好事, 你就是仙, 你干了坏事, 你可能就是妖, 甚至人家瞅你睡, 你就是仙, 瞅你不睡, 你就是妖, 完全是上等人的一句话, 最典型的就是顺孔, 其实顺孔他是有实诚的, 菩提老祖是他师父呀, 但是他师父告诉他, 你不可以跟别人说, 我是你师父, 这一下没中没派, 成海青人了,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孙悟空, 那被天庭这些人看来, 你就是妖, 因为你户口本都没有了, 后来的天庭人一看, 这小子挺难搞, 不行我照案了吧, 给他收编了, 这一下有户口本了, 上天庭, 人家成神仙了, 这又成仙了, 后来的孙悟空大闹天空以后, 人家一看, 你这妖猴, 这一下又成妖了, 夸压了五百年, 取完金回来, 人家又成斗战圣佛了, 又成佛了, 所以在西游记里, 你是妖还是险, 跟你的秉性毫无关系, 完全看你跟没跟对人, 是否有失诚, 只要你跟对了大哥, 哪怕你干了再多不是人的事, 那么没问题, 你就是险, 但如果你孤家寡人, 哪怕你干了再多的好事, 一旦你惹着人家了, 那你就是这样, 打死你都不用偿命, 而且这其中, 大部分被称之为妖的人, 基本上都是植物动物, 或者是世界万物, 遇到一些机缘, 才有了修炼的机会, 而且这些动物植物, 他们需要先幻化成人形, 才能够有修炼的机会,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, 他们就是妖怪, 因为他们走的就不走寻常路, 但实际上, 他们比凡人修炼, 要难上上本辈, 上前辈, 而且这妖呢, 也分成妖精跟妖怪, 一般称之为妖精的, 就是能够修炼成人形的, 比如说你像蜘蛛精, 狐狸精, 三打的白骨精, 这些那都是人, 基本上都是大美女, 又狗狗又丢丢, 那给那唐三藏的, 五米的五米三道, 而叫妖怪的呢, 他修炼完以后, 更倾向于自己的本体, 你像什么羊头怪呀, 黄袍怪呀, 一瞅就挺吓人, 这就是妖精跟妖怪的区别, 如果修炼得当, 没干过什么坏事, 遇到个好大哥, 那你可能就成仙了, 如果你小名小户, 还想惦记点唐僧肉, 那可能就像悟空一棒的, 就给你拍死了, 那么问题来了, 那唐三藏的仕途几个, 为什么要去西天求许身经呢, 表面上看好像是佛道之症, 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回事吗, 以后啊, 有机会咱接着讲讲这其中的毛件,